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烟雾从身上吹走 也担心火势会变大 工作人员很快开始灭火 避免工作人员似乎爬上装满灯具的栏杆 在火势蔓延之前将其撲灭 场内的克拉门纷纷为工作人鼓掌 演出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Seventeen再次登台也用轻松话题安抚粉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